所以今天是12月29號 所以我們剛就是美國這邊剛開始有這疫苗可以打 所以我今天我就等於是就是前一批去打 因為我是也等於是醫護人員 所以醫護人員的話可以就是先可以拿到這些疫苗 所以我今天就去打看看 然後現在是這邊我的醫院 所以看看到時候打會不會有什麼事情 那就是12月中的時候就是到從 你知道就是從英國開始先打 然後再來就是美國這邊 那剛開始打的時候大概就12月 12月中到12月底左右那時候出來 那第一批可以打的話那就是醫療人員 就是像醫生牧師 第二批人員就是警察 然後一些消防員這樣子 那他們也可以開始打 那其實那第二批很多也是就是像是 就是昌寧住在 就是像我們昌寧住在一些 像是療養員這樣子的地方的一些 病人的話 一些也是他們也是可以打 因為他們第一就是年紀比較大 接種需要付費用嗎 付費用不需要 目前為止不需要 那大家施打的意願怎麼樣 因為會不會有人是對疫苗覺得害怕存疑的 還是說大家是非常積極想要可以搶先打到這個疫苗呢 大概病森上面的一些反應的話大概60%的人 我跟你說OK可能就是說會去接受這個疫苗 那我們知道說一個 英文有一個單字叫做herd immunity 那herd immunity意思就是說要達到70%的人去打這個疫苗的話 會產生一些真的有一些防御上面的功用 所以之前打的時候其實心裡這樣也是 其實是焦慮滿久的 因為再怎麼講這藥的話 通常這些藥的話大概要經過可能五到十點時間 慢慢去實驗這樣 那這個藥到研發到真的開始打的過程大概不到一年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是非常 當然是心裡會比較緊張那樣 那也是有做一些自己 就是也許去參考一些有雜的就是一些資料這樣子 那主要就是擔心的就是OK 你用這個藥會不會去這個疫苗會不會去感變身體面基因 我當初說考慮這一點是比較大一點 但是做一些研究以後做一些看一些報道後 真的覺得說好像不會是我自己的可能性 所以是比較焦慮一點 但是想一想OK如果不打的話 那後果只量那作為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那後果的話當然是我看身體 那您目前打完之後感覺身體上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沒有什麼發燒什麼情況 就只是受不到酸一點 我覺得可能就是跟民眾講 我覺得可能大家剛剛開始會覺得有一點緊張 因為這東西 正常就是任何像我們這邊所有的藥到進步 也叫做FDA這個機構 就是說去刪減去確定說OK 這個對大眾來講到底會不會有傷害那樣子 那通常FDA從一個藥研發到說真的可以拿到市場上去買一個大眾化 可能是到五到十年的時間 所以決定所以感覺會說 喔是不是真的很危險 是不是真的很危險 的話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真的是很正常的一個反應那樣子 但是我們要看說就是 所以FDA所做的研究已經經過第一步跟第二步 就是FACE1跟FACE2這些刪減那樣子 那這刪減過程 FACE1跟FACE2到第三階段這幾個其中的話 其實已經經過我覺得已經蠻就是蠻挑剔蠻延伸的一個刪減的過程這樣子的 大概已經有 所以這要到研發出來到真的可以打的時候 一定有幾千個人已經打過這個疫苗 然後沒有什麼副作用以後 才開始做真的去 就是很平面的給醫療的影響這樣打 所以我覺得說對這些副作用上面來一些恐懼感的話 我覺得說不需要這麼的嚴重 因為反對來講的話 得到這病的話 就是死亡率什麼之類的 跟比打疫苗比起來的話真的相差很多